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這家TV秀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沒有辦法出門 也沒有辦法出去旅遊 更別說你想要爬爬罩的 去吃好吃的美食 不過沒有關係 想要吃到好吃的美食 也不一定要跑這麼遠 今天媽咪我就要來介紹 全年最隱藏版的美食 那為什麼要來介紹全年呢 你們肯定不知道 這兩個月最熱門的群聚景點 5月10號晚上的疫調足跡 就在全年超市 11號下午的4點到5點 在全年的巴德東有店 到5月18號期間 還6度進入學校附近的全聯 所以呢 看完我們今天的影片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全年最近會成為 最熱門的群聚景點 走 首先第一個要介紹的隱藏商品 就是第一名的韓式泡菜 這款韓式泡菜真的是超級好吃 不要看它覺得好像沒什麼 我告訴你這款大約是在 我應該是說我防疫期間 我們大概就已經吃了四五罐泡不掉了 而且就是以我這麼喜歡吃泡菜的人來說 我大概吃過的品牌知名跟不知名 至少有十個品牌以上都有了 因為這款真的是吃到豆腐不掉到 而且小朋友也很難接受 泡菜要好吃啊 基本上它的辣度 還有它的酸度以及它的脆度 那我最喜歡的就是它的脆度 你們聽聽看 超脆的 配上一口飯 好幸福喔 再來呢 它的酸度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 不是很愛吃醋的女人 所以有些泡菜你吃下去就發現 它一吃進去那個酸度 有點像化學的就會很嗆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這樣 所以我就會不太喜歡 但這個吃進去你會覺得它的酸度 是非常的溫和嗎 反正很順口不會讓你覺得很嗆鼻 又很適中 剛剛好 那微微的辣呢 對我還有對小朋友來說 真的是 非常適合 想一想呢 我覺得我不該介紹這個商品給你們的 因為嚴格來說 它現在不算是個隱藏商品 我最近真的越來越買得到它了 走了好幾家了 因為畢竟現在天氣人日了 如果吃飯的時候 你能夠從冰箱拿出來冰冰涼涼的 再配上熱騰騰的白飯 我知道你們現在在想什麼 不過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對於愛吃辣的人來說 這個辣度可能沒有辦法完全滿足你 但對於媽咪來說 如果希望小朋友也敢吃 全家大雄都可以吃的話 它絕對是你的口袋名單 首選 第二道隱藏商品 其實彈島這個品牌 我一直以來都是蠻喜歡的 但我也不知道說 今天要介紹的這些商品 是不是只有在全聯才買得到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商品是油飯 但我實際吃完過後 真的沒有我今天所要介紹 這兩個來的經驗 所以 這不是葉配你們怎麼會放在這裡呢 這樣網友會以為是葉配好不好 拿走拿走 一個鳳爪要好吃呢 基本它有這個條件 首先呢 一定要滷得非常軟爛 最好是骨肉分離 原因呢 就是你在吃的時候 你在啃的時候 欸不對不對 是連啃都不用啃 它就可以讓你輕鬆的 咬到它肥肥的肉汁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它一定要滷到透爛之後 湯汁啊 整個吸附在這上面 你看 你只要用吸的就可以吸滷汁了 鳳爪呢 你只要達到我上次所說的質量點 基本上都算幾個了 而且應該都是不錯吃的 今天要介紹這個鳳爪 它竟然全部做到了 有些鳳爪呢 它是比較偏甜 然後顏色比較偏橘黃色有沒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所以有時候吃久了呢 會有點膩 但這一款呢 它有加辣 就是四度的辣度 所以你吃的時候都不會覺得很膩 嗯 嗯 馬上就吃起來了 看 有沒有 好Q喔 這個有點帶筋的部分 吃完之後呢 最後勸換不要漏掉這個動作 旁邊這個腐皮鮮蝦捲呢 它酥脆的外表 內餡給的完全不手軟 不知道是我的錯覺 我怎麼覺得它給的餡料啊 比到現場店面吃感覺還大還多啊 吃進去啊 它味道很複雜 所有的香味 然後有一點海鮮的 就是它有鮮蝦嘛 然後肉還有蔥的味道 然後加上外皮酥酥脆脆的 布子我覺得好吃 小朋友覺得很好吃 因為是拍影片的關係 剛剛一直NG 所以呢 時間擺了有比較長一點 現在的口感脆度啊 當然沒有像我剛出的 那麼的酥脆酥香 那這兩道料理呢 其實它的料理方式非常非常簡單 像這個鳳爪 它只要用微波爐的 大概是四分鐘的時間 這個腐皮捲呢 它有兩種方式 一個就是用氣炸鍋 我剛剛就是用氣炸鍋 那也是四分鐘 那如果說你想要更酥脆一點的 我呢 真的會建議媽咪們呢 你們可以直接用油炸的 兩分鐘就可以結束了 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呢 就可以讓你輕心收縮完成兩個餐廳料理 超棒的 第三個要介紹的商品 就是胡鬚漿的滷汁 但是這一道應該是沒有人能抗拒吧 那我很少去吃 應該說也不喜歡去吃 並不是因為它不好吃 是因為它的單價真的不便宜 所以當時呢 我看到全年有在賣的時候 媽咪我真的是興奮到一個極致 有在做菜的媽咪都知道 你想要煮的時候呢 光切這個肉啊 前面這些就是 大碗 洗碗了 更別說你煮完之後 它讓大家覺得 這是老魯芝麻 很好吃的 它是男上加男 但現在只要三分鐘 你就可以完成這非常厲害的滷肉飯 這滷汁怎麼這麼浮誇 你們一定覺得 不就是滷汁而已 應該就是很一般啊 你們現在看 它肥肉感覺很多 沒錯 我承認它肥肉看起來很多 但我告訴你 它像是有生命的 我吃進去嘴巴裡面啊 還在嘴巴裡面跳動 因為很Q彈 重點是呢 它不會太肥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因為它有些是入口即化 所以嘴巴裡面 有不同的層次感 那滷汁的部分 吃進去 尾勁會有一點點甜味 所以不會吸涼 這麼好吃的東西 爸爸媽媽可以跟媽咪我一樣 防疫期間幾乎都會在家裡 那或是說你比較懶的 有時候 你可以背個兩三盒在家裡 想吃的時候 拿出來微波幾分鐘 小朋友絕對輕輕鬆鬆 爬個兩三碗飯 好讚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 就是豬五花 你們放心 豬五花這一趴呢 是不會有鼻肉的 三層肉用鼻肉 喔漂亮漂亮 我選的這個車子超漂亮 那它料理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就如你們所看到的 我只要把我的黑金爐放進去 然後一個平底鍋 肉擺上去 然後呢 時間到了你就是把它翻個面 好 它在煮的時候呢 輕輕鬆鬆 等一下烤好的時候呢 就把它剪開來 可以拉拉一下子就可以配囉 哇開動了 看起來超級好吃的 那今天會推薦給你們啊 媽咪真的覺得CP值超高 大家都知道韓式料理 一餐就是不便宜吧 那如果說是一家只去 三個四個人去啊 沒有一兩千塊 絕對是出不出來的 出不出來什麼 就是沒有辦法出來 而且你會吃的不盡興 唯一差別呢 大概就是 氛圍啦氣氛 然後口感的味道 我是說真的啊 真的不酥 外面的店家所吃的 不用加醬 就可以吃得到那種 烤肉的那種香味 它如果呢 你吃比較重鹹的 可以加一點烤肉醬 這餐呢 兩三百塊 就可以搞定 大家一定覺得 那吃烤肉很膩耶 媽咪私心推薦給你們 王品集團的冰沙 其實媽咪看到的時候 也覺得很興奮 我不用花五六百塊 我就可以單買一杯 而且夏天的時候吃這個 最清涼了不是嗎 好冰涼 然後酸酸甜甜的 妝生酥脂 姐妮 然後我個人很愛的 松瓜冰沙 好清涼啊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還有分享給你 不會煮飯的爸爸媽媽們 他們一定會很感謝你的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唉 首歌 哇 六 五十五 十六 五 五 五 六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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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五 六 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